2015年他因在全谋剧狼牙榜中饰演少年林舒尔长路头角 那今年呢凭借在武侠剧《山河令》中饰演的男主角周子舒 赢得了广泛的关注 他也凭借着自身出色的演技是获得了大家的喜爱 我们也期待呢他在即将上映的影片《1921》 以及《维和防暴队》中带给观众更多的惊喜 来哲瀚现在我们的背板上签名 签名 都行 来拍照 好 左边 中间 好的 都照顾到 好的 谢谢谢谢 谢谢 我们知道哲瀚今天晚上是有任务的对不对 哦哦哦对对对 对哪个啊 对要唱一首歌送给所有的电影人 给电影人的情书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也希望大家期待哲瀚的舞台 所以今天来到微博电影之夜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呃 今天这个衣服还好 昨天大家说以为你穿了个抱枕就出来了 你看到了吗 看到了看到了 大家平时有时候给你这么多留言 而且越来越多的朋友喜爱你支持你 那你会看他们的评论吗 私信吗 还有哪些是让你觉得 哎 每天其实看他们也是挺享受的一件事情 呃 昨天那个抱枕就挺深刻的 就是就是因为会去看大家说了些什么 然后我是不是又犯什么错误了 然后有什么可以在下一次我值得更好改进的地方 我觉得我也是在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吧 不断纠正自己错误 对 嗯 我们也知道你还有一部电影哈 维和防暴队 所以剧组生活怎么样 是不是有看到你打篮球的这个画面 呃 有有有导演 可能觉得我们几个热血的男孩子在一起 然后特意加了一一段打篮球的戏份 给大家 对 所以饰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 透露一下 呃 是一个 我觉得肩负着 呃 国家使命 肩负着维和 任务的一个 很棒的一个警察 然后在国外执行任务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故事 我们也期待 对 《伤和令》这部作品之后 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朋友 也会在熟络 认识 喜爱你 那么你在未来要去接拍的电影电视剧作品当中 有给自己设定一个什么样的小目标吗 想尝试什么样的角色 呃 我的 愿望就是 当然是能跟很多的电影人 很棒的导演 制片人 然后编剧合作 然后希望能够 大家一起努力拍出更好的电影 献给所有爱看电影的朋友们 对 我们也期待哲涵更多更好的作品 谢谢 谢谢来到微博电影之夜 请内长休息 期待你今天晚上的表演 张哲涵 欢迎你和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招呼吧 哈喽电影频道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张哲涵 很高兴能够来到电影频道的 直播 不是直播间 接受电影频道的采访 这次来到上海国一电影节 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呃 就是 因为上海电影节是一个 呃 电影人的聚会 我是很高兴能够加入这个大家庭 嗯 我知道你之前在拍那个 维和防暴队 这次饰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呃 饰演的是一个副队长 对 然后 也是一个维和警察 然后在外国外执行任务的一个这样子 一个故事 你是为了这个角色 然后把头发剪短了吗 对对对 对吧 很长很长的头发全剃了 嗯 你说这个角色对你来说 就是难度最大的地方在哪 难度最大的地方 我觉得比较辛苦吧 我觉得真的是体验到了 就维和部队 维和警察 在国外的一些感受吧 穿很多的装备 然后呢 他们执行的时候需要面临的一些危险 嗯 能给我具体讲一下 就是拍摄当中有哪些 让你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事 这可以说吗 现在 嗯 应该不太能说 那你刚才说装备很重 嗯 就是大概有多少斤 知道吗 十几二十斤吧 应该有 哦 十几二十斤 对对对 每天都要一直背着那个东西 然后很热 背还有非常热 嗯 但是 如果演员穿上军装的话 我觉得应该也圆了一个梦吧 尤其对于男生来讲 真的很好看 我真的很喜欢 其实我很喜欢那套装备 特别是把所有的装备穿上以后 特别有气势 是吧 对 就什么东西 硬有劲 有刀啊 枪啊 子弹啊 就是头盔啊 然后防爆镜啊 所有防爆盾台 那套装备就感觉 哇 一出去就是 最亮的仔 应该也要学很多技能吧 就为了这个角色 要要提前去培训 然后呢 你的装枪 拆枪 然后呢 包括一些战术的执行 然后 匍匐前进也好 然后对裂也好 然后进行一个训练 那你现在装枪什么的 就是这些事还记着吗 基本上都记着 特熟练是吗 对 因为你也练了挺久的 对 我们拍摄以后 拍摄这一段戏 嗯 我知道很多的男演员 其实都是拍了很多 军旅题材的作品 虽然说特别辛苦 但是这个过程 还是特别享受的 像你说圆了一个军旅梦 嗯 我觉得其实 大家对 军旅题材 或者是对军人或警察的形象 都会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因为它出现在我们的电视机前面 还有我们的报道里面 都是有一带会对它 有个很伟岸的形象 对 我觉得更多的是 把生活当中 或者是把 我理解的一些 就是警察的一些 性格和个性 然后让大家看到 我觉得这是我觉得 我现在比较 应该做的一些事情 就是你会把你自己 就张着汉本人 一些生活话 都给加到里面 不是本身 就是说他会有个角色 我会把这个角色的人物 进行一个分析 剖析之后 去了解他的家庭 生活的状态 然后包括跟每个队员的状态 然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 他对待每个人 是什么样的态度 这些东西去演绎出来 我觉得这个是 让大家可以看到 更真实和更生活化的 一个警察的一个形象 我想知道 直到现在为止 跟过去的生活相比 你的节奏应该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吧 应该非常的忙碌吧 现在 对 我刚刚说了 就像之前可能一直都在 就是城市的道路里 就是开车的感觉 然后呢 现在突然 进了社会站 第一刷卡 开启呢 我上了高速公路 然后呢 就是一定要 然后 因为高速公路 也会有限低速嘛 不能够低于多少速度 不能超过多少速度 所以我要控制好 自己的节奏 不能太慢 也不能太快 我记得你之前 是不是说过 说你觉得不红的时候 过得也挺好 红了不一定比之前要好 你是说过这样的感受 什么 你现在依然这么认为吗 因为我觉得 人的一切东西 都是很平衡的 就是在不红的时候 我可能有更多的时间 陪家人 或者有更加自己 丰富的朋友啊 跟朋友聚会啊 然后呢 有丰富的 就是工作之余的生活 可能就工作 没有那么忙碌 然后突然工作很忙碌了 可能这些时间 就会不断地被压缩 然后可能自己想去自己 比如说我想去大篮球 想去高尔夫 可能这些时间 就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想去唱歌 也可能也没有时间 就是不一样 我觉得是要去自己 不断地调整和适应 就是没有说哪个是绝对的好 和绝对的不好 都会有得必有失 你现在有适应吗 这个节奏 在慢慢适应 感觉适应的还行 还行 有时候会觉得说 想让自己 就是空一空 然后或者停下来一下 会有这种感受吗 现在 现在不适合停下来 就要全力 我要大步向前走 我知道你自己 其实对音乐这块 也有很多的追求 包括你自己会写歌词 对 对吧 对 确实就有可能是 现在以前会有时间 去写歌词 现在可能就没有 那么多时间去写歌词了 对 你之前好像很想说 想要办演唱会 对对对 现在还有时间吗 这个 这个可以实现的 我觉得这个 这个我觉得还是 可以实现 但是呢 我觉得 因为我还是个演员 我的第一工作 是作为演员 我觉得 我的事业还是 重心还是 更多的会放在 电视作品上 对 那接下来还有什么 其他的作品 带给大家吗 我会因为 要暂时保病 我觉得我会选一个 非常 很好的团队 去合作 创造一个 很好的作品 包括很好的角色 展现给大家 嗯 大家都说你特别 喜欢看书 然后你的影迷们 也是说 能不能推荐一下 最近在看什么 嗯 最近 因为课语时间 都在看书 最近看了一本 挺不错的书 你说 你说 我觉得还是不要 特意说 就是书名 或者是什么 什么的 有机会 我会在 呃 我的 社交平台上 po出来 分享给大家 好 其实就是想要 大家分享一下 一个是你的 日常生活 因为你也说了 最近 由于你非常的忙 可能平时的一些喜好 都要暂时搁置 但是呢 你的影迷又非常 关心你的生活 而且希望你能够 不断地向大家 传递这样的一个 很好的能量 很好的习惯而已 嗯 然后也请了哲瀚之后 可以多多地 跟大家分享 自己的工作 然后自己的生活 也祝你之后 一帆风顺 好 谢谢 Zither Harp 多少人爱你一流一幕的风采 多少人爱你一世独立的姿态 你永远的统真 赤字的期待 孤芳自相的无奈 谁明白你细心隐藏的悲哀 谁了解你褪色脸上的年怀 你天衣无缝的潇洒 心底的害怕慢慢伸出了苍白 你苦苦的追求永恒 生活却颠簸无常遗憾 你傻傻的追求完美 却一直给误会给伤害给放弃给责备 何悲何爱何必去愁与苦 何必小马恨与爱 人间曝光是你今生之处银河里 才是你灵魂的长阳地 人间曝光是你无形的梦 偶然留下的梦成是梦 一生外生做梦中梦 谁明白你细心隐藏的悲哀 谁明白你细心隐藏的悲哀 你天衣无缝的潇洒 你天衣无缝的潇洒 心底的害怕慢慢伸出了苍白 你苦苦的追求永恒 生活却颠簸无常遗憾 你傻傻的追求完美 却一直给无悔 却一直给无悔 给伤害给放弃 给责备 何悲何爱何必去愁与苦 何必小马恨与爱 人间曝光 人间曝光 是你即生之处银河里 才是你灵魂的长阳地 人间曝光 是你无形的梦 偶然留下的梦成是梦 一生外生做梦 一生外生做梦中梦 给电影人的情书送给大家 谢谢 谢谢张志涵 主演员 他是不染仙尘的翩翩公子 亦是坚硬如铁的烈火英雄 细腻丰沛的形象底色 是对演出不丰魔不成活的追求 芯片维和防暴队角色造型 在微博收获好评 十年折服 亦非冲天 微博粉丝增长581万 单人热搜达108个 首席执行官 郑志浩上台 有请 这组CP怎么样 好啊 太养眼了吧 对很养眼 又美 演技又好 来我们有请嘉宾来为两位 一起见证这份荣誉 请站到我们的舞台中央吧 一起来合影留念 都不要情绪站到中间 中间一点 我看到刚才的有一个话题就是 刘浩森笑起来好美是吧 我们也请三位都把最美的笑容 呈现给我们的镜头 好 好 谢谢在此之后 请我们的嘉宾回去休息 浩存还有浙汉刘布 今天两位有商量好吗 穿的这么搭 刚刚才在台下见到 所以今天其实现场有很多的电影界的前辈们 对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浩存浙汉 你们最想跟哪位导演或者演员合作呢 今天台下的这么多优秀的导演和演员 先问问谁 我们先问浙汉 先问问浙汉 浙汉 先 应该会先跟我老板合作吧 对 威姐是吗 对 对 说的是赵薇 现在哲汉是在赵薇的公司 没关系 他今天不在现场 可以说一个别的人 台下最想和谁合作 我觉得 所有的导演我都很想合作 我很贪心 完美的答案 对 情商非常高 那我们再问问浩存 浩存 压力大了吧 其实我还 我还不知道呢 就是有点不知道 跟那个导演合作 浩存说 我可能导演和演员 还没认清楚呢 放眼望去 看到了谁 嗯 真难道我 很多啊 哦 其实浩存想合作的演员很多 眼花缭乱 对 但是他害羞了 我看到林超贤导演笑得很灿烂 对 感受到了你有合作的意象 对 其实 其实几位制片人 对几位老板都在底下呢 嗯 对 然后回头跟他慢慢商量 各导演都合作就可以了 对 浩存那么优秀 肯定很多大导演都想跟他 更是有力的证明 接下来就可以到台下 我们多多洽谈 未来有什么样的电影项目 可以多多合作 好吗 谢谢 谢谢两位 请到台下乐作 期待着你们全新的演艺 羡慕你的年纪 今天小 中文明 你 你